我们有地狱谷 听起来挺恐怖的 那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日本的温泉多不胜数 日本人喜欢泡汤 游客也必然将泡温泉 列为行程之一 一边泡温泉 一边欣赏湖畔风光 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而提起日本的大涌谷 更是无人不晓 据说这里最早叫地狱谷 后来因为日本天皇到此一游 才帮他改了一个漂亮的名字 在拜山腰 有专门出售黑玉子的小木屋 游客到此一游 都会买上一袋趁热吃 哎 你知道这黑玉子 究竟是什么东西 开始商量的话 我跟你讲就代表 他们有一点点不适 很确定答案了 番薯 番薯 好 我们的这广强还有力连 觉得这黑玉子应该是番薯 到底答案答不答对了呢 答错 也就是说主导权现在又回到了 我们的重庆还有建户手上了 暗示 暗示 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暗示了 那是可以吃的 废话 可以这样的吗 还扁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还没有讲完 这次是我前面一部分可以吃的 是家庭所生的其中一样东西 鸡蛋 到底答案是不是鸡蛋呢 请看 黑玉子就是黑色的温泉蛋 当地人把鸡蛋装进筐里 放在温泉中煮 取出的时候 就能看见那些白白的蛋壳 都变成了黑色 这些像升铁球式的鸡蛋 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就是黑玉子了 据说黑玉子有长寿的功效 吃一枚能延寿七年 你们以为你是日本的相扑手啊 重庆有一点不错了 慢慢进步 可以延伸到变相扑手 有可能 你再吃多一点就可以了 OK 恭喜答对哦